中文字幕 irland 你看我的臉了 我的臉了 我的臉了 我的臉是我的臉了 現在很多人一定會莫名其妙想說我在講什麼 上個月6月28號的時候顏面神經失調 那時候發病的時候當下我完全不曉得自己臉發生什麼事情 跟Christian 出身的時候他就跟我說 Why you're making weird faces 我就想說 蛤?你在說什麼? 我沒有做怪表情啊 我在跟你講話而已 所以呢我就照了鏡子 發現我這邊臉動得很誇張 然後這邊的臉沒什麼在動 可是也不會痛 你臉沒有麻麻的感覺 沒有人告訴你的話 你不會知道 那天是星期五 爸看我一整天下來 好像越來越嚴重 卻以為是我中風 所以呢我們就去了急診 真的很討厭去急診室 因為你知道嗎 我就是整個人好好的 只是臉有一點不正常 覺得也沒有到急診的程度 所以呢我就覺得 喔 我自己在這邊覺得很浪費社會資源 因為人很多嘛 等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看到了急診的醫生 跟他講我的情況 我真的很白癡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跟醫生講說 喔我偏頭痛很多天 我偏頭痛已經四天了 很不舒服 然後那時候我也有覺得我眼睛裡面有在燒的感覺 可是我左臉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動得很誇張 殊不知其實你看 我表情的時候 我的臉就是抬得這麼高 我忘記了 你知道嗎 醫生就也沒說什麼 他就只是看了你一下 然後一直看電腦 他根本沒在看我 他就只有聽我講什麼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病人就是生病 他也不知道是什麼狀況 所以他完全不看我臉 沒有碰我 或是幫我聽整氣 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覺得 現在是怎樣 他可能覺得我就是一個只是頭很痛的人 來看醫生 反正我們還是有去照電腦斷層 又省了額外一個小時才排到 然後排完之後呢 又要再去跟醫生聊說 喔這個電腦斷層拍起來是怎樣 醫生看 電腦斷層都看起來非常正常 應該不是腦袋的問題 好險 不是腦袋的問題 所以我不是中風 醫生開了頭痛藥給我 沒有痛到需要止痛的程度 重點是我的臉 我的臉怎麼會這樣 他完全沒看完我的臉 反正我就是被吵吵這樣子打個針 然後呢 開個頭痛藥我就回去了 其實當天就是回家 我開始覺得我眼睛閉不太起來 就是右邊的這個臉閉不太起來 漱口喝水什麼之類的 這邊都不太能用力 開始發現事態的嚴重 所以呢 我就開始Google 就是會想知道到底這個臉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醫生沒跟我講啦 看到很多人說 這個是顏面神經失調 有些人說一年都還沒有回來 而且那個女生是差不多17歲的女生 我想到天啊 如果臉回不來 不管我是不是靠臉吃飯 就是不管怎麼樣 誰會想要人生才過了四分之一 或五分之一 剩下所有時間一邊臉裡面要控制 那天晚上就開始哭 因為我覺得天啊 怎麼這麼嚴重 如果我真的回不來的話怎麼辦 後來我看一些就是解決辦法啊 你要怎麼做 他們就說要按摩 然後保持心情放鬆之類的 所以呢 我就想說 OK 還好我最近的工作其實是可以推遲 所以事情沒有想的這麼嚴重 還好我也跟家人住在一起 還好這一件事情的發生是在台灣 不是在加拿大 不然我真的就 醫療費我也付不出來 而且我覺得以加拿大的醫療系統的話 我可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看到醫生 然後什麼時候才會照電腦斷層 反正哭完之後我馬上覺得 I'm so lucky 我很幸運了 現在我就要開始抱持放鬆的心情 事情當然是一天比一天嚴重 哈囉大家 今天是我顏面神經思調的第四天了 他今天真的有蠻明顯的 真的漸漸的感覺到我講話連咬字 都比較不清楚 就是這個下巴開始 就比較沒辦法順利的去動它 像我現在喝水擦吸管要很裡面 因為 當我的水在很外面的時候 這一邊已經沒辦法完全閉合 所以那個水會一直 就是想要跑出來 這眼啊 其實 不太能閉得很近 所以 我就不太敢一直看手機 就算我有看秀好了 我也是看一看就要休息一陣子 因為我 用這隻眼睛的時候 就會開始很頭痛 因為這一點都沒辦法得到正常的休息 所以眼睛真的很痠 我現在沒辦法高低差 你看我沒有表情喔 動不上去 不 我可以動不上去 然後你看 也是中不了 你知道第一天超好笑 第一天眼面神經失調的時候 我還以為是我這臉問題 因為我笑的時候想說 這邊臉為什麼笑得小小 然後這臉為什麼這麼誇張 結果其實就是我原本笑的時候 就是笑得這麼高 這邊敲不起來 就是一直到星期一 我就是眼睛就是真的 閉不太起來 所以我的眼睛非常非常乾 都不能戴隱形眼鏡 吃東西也是蠻困難的 因為吃東西的時候 因為你這邊嘴巴閉不起來嘛 所以你在嚼東西的時候 也是有時候嚼不太完整 或是你嚼完之後 你要吞下去的時候 食物非常容易卡在牙周 牙齒的清潔非常重要 但同時 你吃的蠻累的 然後清潔蠻累的 所以呢 就是做的事情差不多都是1.5倍的程度 你會覺得用這邊很累 但是你更要用這一邊去做所有事情 因為不讓他去做的話 他真的會跟你say goodbye 要讓這邊繼續去做所有事情 不要放棄他 星期一就回整了嘛 醫生就是看一看 就說年輕人比較少會發生這種事情 但是還是會發生 他就懷疑說 我是不是腦裡面可能有什麼東西 那幾天我右手 因為我是右撇子 但我右手右腳的力氣 也感覺比較美麗 跟醫生講這些 然後醫生呢 又幫我是掛了急診 那什麼MIT嗎 不是MIT Made in Taiwan 不是 那CG scan 我不知道這叫什麼 反正另外一個電腦斷層 就是比較完整的那個可以 照到整個腦袋裡面 不是只有表面而已 照那個東西要等超久 電腦斷層 就是上次急診照的那個 是這樣 噓噓噓噓噓噓 這樣而已的聲音 另外一個 比較完整的電腦斷層 它要幫你打那什麼顯影劑 進去之後呢 那個聲音是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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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就是你說 然後剛剛還有很多震動 而且又是一個很 密碧的空間 我沒有優畢恐拒症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會覺得滿有壓力 因為那空間很小 然後就一直在你的旁邊這樣子 很多敲擊呀之類的 檢測差不多需要 30-40分鐘 上次的電腦斷層 才差不多 三分鐘、五分鐘 我修利了 結束之後呢 當然 又再等醫生 然後幫你看一下你的檢測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很幸運的 又沒有問題 我就一直跟我爸媽開玩笑說 欸媽 我就是如果我住院的話 我可不可以讓我去住 很好的病房 反正我就一直在講屁話 雖然是我生病 但其實我覺得我的爸媽應該比我還要緊張 畢竟我是他們的心頭肉 you know 所以我就是講屁話 就是我在急診的時候就有看到 有一些人自己來 我就覺得天啊很幸運 就是我爸爸媽媽都陪在我身邊 就陪我去 呃 就是陪我做這個過程 就是讓我覺得過程我完全不害怕 然後覺得欸有家人真好 那對 我怎麼講到要哭 OK好沒有要哭 反正呢就是覺得很幸運啊 然後呢照完那個東西之後呢 跟那天的急診醫生聊 他說欸你女人照出來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一會兒我們就開個類固醇 之後再來回門診 再給醫生檢查 開始講屁話 我說媽天啊我幫你們省超多 主任費耶 很好 屁話 好反正就是 這天的結束 然後我們就是去 南亞夜市那邊吃 超好吃的麵線 他們家的大腸 真的超好吃 如果你有去南亞夜市 或是府中那附近 一定要去吃吃看 他的 大腸 超好吃 但我覺得他的蚵仔就是 蚵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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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you know 我在講什麼 反正就是他們那個就不怎麼樣 他的大腸 大腸好好吃 7月4號我就回門診 真的很直接跟我說 這個顏面神經失調回復的過程很大的部分還是要靠自己 類固醇的藥呢只能開到7天 7天以上呢其實效果不大 而且又會造成身體負擔 我想說天啊 嗯 所以呢 就是有種自身自唸的概念 就是你要靠自己 不能只靠藥物拯救我的臉 那天看完醫生之後 我就在Instagram上發現實動態 就說我原本神經失調什麼之類的 很多人都私訊我說 欸他們之前也有這個經驗 然後我想說也太多人有這個東西真的是很突然會發生 所以呢我覺得這麼多人都有發生過 那我想說OKOK沒事沒事 大家都說要去針灸 針灸效果真的很好 然後我剛好有個朋友 他的媽媽是有在針骨 他說他的病人有這方面的問題 但他們去針骨之後有好蠻多的 真的從來沒有針骨過 因為我覺得針骨很恐怖 我不知道他們會把你的骨頭整去哪裡 你知道聽太多那種恐怖的故事 那因為這個針骨是不是我朋友的媽媽 我覺得非常的放心 大家好我今天要去推拿針骨一下 然後等一下可能會針灸 我不知道這樣我的臉會不會好得比較快 現在是長這樣 其實我覺得我右邊臉有在動 看出來啦 雖然大家還是覺得有看樣的神經病 我的過程其實是非常快的 然後呢就是有點像把你的脈絡打通的那種感覺 他一看我就說我右邊後面這邊整個都塞住 就是你知道氣節塞住 他說我脊椎有稍微歪一邊 針骨丸沒感覺 因為不像油壓丸的那種舒爽感 你懂嗎 就是雖然過程超痛 但是結束之後很爽 但是那天針骨就是過程也沒有到超痛 結束覺得好像感覺還好啊 之後我爸帶我去了一般的中醫去針灸 對所以那天也做了針灸 繼續吃我的類固醇藥 我當天回去呢 我跟你講我真的睡得超級好 才發現就是那針骨對我來說多有用 原本睡覺的時候我的手是沒辦法垂直放在旁邊 那樣這樣震睡 就是覺得手很卡 針骨完之後完全手可以自然的放平 大字型的睡 那天就睡得超級熟 隔天起來我自己感覺覺得 欸我的右邊的嘴角有開始在動一點點 哈囉各位 我昨天去針灸加針骨完之後 我覺得今天的臉真的有比較順 可能也是加上我就是也一直有在吃類固醇 有療程 所以我覺得效果非常好 你可以看一下我在條門的時候 這邊的眉毛在動啊 喔我臉好髒喔 剛起床 是不是 這邊的眉毛在動了 然後笑的時候啊 我這邊牙齒露得出來 我原本這邊牙齒露不出來 因為一笑這個就會往這邊拉 所以牙齒露不出來 好感動 感謝 現在才其實不到兩個禮拜 然後就有在一直在恢復 而且我類固醇的療程其實都還沒吃完 然後就一直每天臉都有在進步 就覺得很開心 就非常的興奮 我就跑來跟我媽說 媽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臉 你看我的右邊臉 那個嘴角有動有動 你看得出來嗎 然後我媽這樣 嗯 沒有啊 然後我就覺得 嗯 好 就是自己才看得出來的那種動 你懂嗎 反正我就覺得有在動 有在慢慢變好 所以自己就很興奮 7月10號的時候 我又回亞東去做神經傳導檢查 開始之前他就說 他自己這個會有一點痛喔 你要放鬆 不放鬆的話會更痛 他就開始用 就是一個東西貼在我的臉上 另外一個東西開始滾動 你知道我剛剛那個神經傳導檢查 超級痛 痛 那麼痛痛 為什麼 他就是有貼東西在你身上 然後我不知道他旁邊用什麼東西嚕 然後嚕的時候他就會像電子一樣一直電過你 嚇到 要尿尿 這啥意思 本動的東西是 10倍 你平常電到 20倍 反正那個超痛 就是真的像被電到的感覺 然後本身其實不太流什麼手汗的 那後來就開始冒手汗 雖然沒有到出手汗 但是就開始 我的手整個表面就是感覺有點濕濕的 神經傳導檢查是痛的 提醒大家 不是只是有點痛 西醫差不多就是到這邊 那之後呢 其實就看自己的復健 然後還有開始自己要調理自己的身體 所以就是靠自己 那我做了什麼呢 我就是開始早睡早起 不太吃外面煮的食物 大部分時間我都是爸媽煮 或是我自己煮 就是盡量不要吃太重口味 整個大改變的過程我覺得是 讓自己也蠻訝異的 因為我 吃超重口味 而且我超愛喝珍珠 也會超級喜歡 炸的食物 但我覺得臉 比我的慾望還要重要 如果我這個臉不回來的話 這樣人生可能會變得更可怕 我就自己跟自己這樣講 所以我真的就是開始吃很清淡 早睡早起 醫生也有跟我說 我盡量不要做太劇烈的運動 因為你可能做太劇烈的運動的時候 你可能用力不當啊什麼 可能也會影響到你的臉 所以我那陣子就是 有在做比較放鬆的瑜伽而已 最重要的還是就是復健 復健呢 就是要做很多怪的臉部表情 其實做這些動作 都是我男朋友提醒我 就我每天都會跟他視訊嘛 所以每天跟他視訊 掛電話前 都一定要一起跟他做很多怪表情 然後我男朋友跟我說 喔這些怪表情連正常人做都覺得累了 更何況是生病的人 做了十個你真的是覺得很累 但一定要做 除了做怪表情以外呢 就是幫自己按摩臉 還有去針灸 一開始針灸兩次在英哥那邊針灸 但我覺得那邊的師父呢 他是比較有經驗 比較老的師父 所以他每次在扎針的時候都非常快 但其實他扎針的時候 我其實都不太會有感覺 不知道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反正就都沒什麼感覺 然後所以呢 我就覺得欸 都沒感覺 我換一家好了 三峽這邊有一家 元律精中醫 那邊有個白醫師 他是一個比較年輕的醫師 但他在扎針的時候非常的細心 扎針的時候都會先稍微確認一下穴位 然後再去扎針 那之前我遇到那個比較 老的中醫醫生 他就是因為他今天老到嘛 所以他扎針就是直接扎 非常的快 很準 之類我也不知道 反正如果後來換了這一家 我就覺得整體感覺 恢復的速度更快 因為他的扎針的穴道的點 就是有些真的會感覺酸酸的 去這邊扎針的時候 醫生不只是會扎我 顏面神經麻痺的臉 他還會扎我那個一些身體的穴位 我就問醫生說 為什麼要扎這些地方 他說就是氣脈是通的 就是如果這些穴道也把它一起打通的話 就是可能會恢復的比較快 我就覺得天哪 這個醫生真的很細心 我必須跟大家講 我恢復的速度真的很快 因為我自己也嚇到 剛發病的時候 很多人傳簡訊跟我講說 欸你不要給自己有壓力喔 因為這個病其實真的會花很久的時間 才會完全好 差不多三個月到六個月 所以你不要太急 心裡不要太急 三個月超久 但我覺得還是要帶著放鬆心情 殊不知我臉差不多在 7月21號 差不多就完全好了 差不多 沒有到百分之百 我在做很大很大的表情 還是看得出來 這邊動的沒有像 左邊這麼完整 但是呢真的好很多 而且我的眼睛呢 睡覺的時候是真的可以 就是完全閉起來了 不會像之前一樣 我都一定要戴眼罩睡覺 喔還有跟你們講 很好笑的故事 一開始我發病之後呢 我就有跟我的大姐和海裡視訊 就是我們三個人一起視訊 然後我們就視訊 然後我就說 我的臉歪掉你們看 就是我顏面神經麻痹 然後他們就覺得 喔怎麼會長這樣 有點嚇到 可是我們就開始聊天嘛 所以就開始講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然後我就笑超誇張 我笑真的超誇張 我跟你講我笑很誇張的時候 我真的長得很好笑 就是很像很成功的特效化妝 很成功的特效耶 他完全不用那個化妝什麼的 然後他們也開始狂笑 因為他們真的覺得我臉太好笑了 但是我笑到一個點的時候呢 開始哭 因為我覺得天哪我臉怎麼長這麼醜 最後呢我想要跟大家重點整理一下 就是你顏面神經麻痹發生之後 就是你要做什麼事情 顏面神經麻痹發生 其實他有治療的黃金時間 就是可能前兩週 這個我不確定 但是一發生了 盡快去救醫 盡快開始復健 這個顏面神經麻痹看西醫的時候 醫生就有說這個 顏面神經恢復的程度真的很難說 喔對了 你看我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顏面神經會發病 我們就問說 欸醫生為什麼會發生 顏面神經麻痹 他說這個就是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來源 不太能檢測出來 所以就是很不明的原因 那醫生跟我說有可能是壓力啊 或是剛好身體狀況不太好 可能要感冒什麼之類的 或是發燒會發生 都有可能 雖然我沒有親眼看過身邊的人 有發生這種事情 但其實會發生 在每個人身上的幾率 都是有的 這個病其實發生之後呢 有黃金治療時期 就是你不要覺得不痛 感覺也沒有到影響這麼誇張 真的不要拖 你拖了你可能就是那20%回不來的人 因為醫生跟我說 差不多80%的人可以完全回復 但20%的人可能就是回不來 我很感謝我爸媽比我還急 因為我那時候當下發生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又不痛 好像也沒有到影響這麼誇張啊 那為什麼一定要馬上去看醫生 我就可能再睡個兩三天 睡起來就好了 NO 這個他不會自然而然的好 所以呢 發生了趕快就醫 我那時候就算是剛看完急診 沒有吃累過唇的藥 那幾天我也是自己坐附近 就是按摩臉啊 因為我就上網查嘛 就看要怎麼開始治療 就是按摩然後做怪表情 然後吃東西幹嘛 都是盡量的用右邊 剛開始你在恢復你的臉的時候啊 這邊就是有些穴道超級霹靂酸 就是輕輕這樣壓就酸 今天呢我發現我的臉越來越可以動了 你看我在笑的時候 我真的牙齒露得出來 臉部這一邊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沒有在動嘛 所以這幾天就是開始可以動的時候 這邊真的超酸 這邊有個點超級霹靂酸 就可能是之前肌肉太僵硬 然後你這幾天在動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這邊酸酸的 而且你按的時候超明顯 喔這樣輕輕壓就超酸 但很開心 在動了 而且我挑眉的時候 你看 挑得起來了 到現在其實我輕輕壓還是會有感覺酸酸的 那這邊原本正常的臉其實按下去就是沒感覺 這個臉我覺得它還是稍微在恢復的過程 因為像其實我如果太累的時候 我還是會感覺到我這邊臉 比如說我在用力的時候會稍微抖的感覺 怎麼講呢 就是你笑的時候 或是做一些表情講話的時候 我可以感覺到它的麻感 現在我還是不太敢讓自己太累 但是前幾天參加朋友的婚禮Party 那天真的累到一個境界 因為是差不多到了12點 而且我很久沒喝酒了 所以那天真的超級劈勒 然後那天回來隔天我在講話 然後覺得自己這邊臉稍微有一點沒辦法控制 但也沒有到之前那麼誇張 但覺得還在回復 所以我現在還是算是在休養的過程 但至少可以在鏡頭面前跟你們講話的時候 我的臉看起來是正常的 就是為什麼會顏面神經失調嗎 西醫是說是病毒感染 那中醫那邊跟整骨師傅講的是 這一邊氣節塞住了 然後所以吃不到營養 造成顏面神經麻痺 就是這是兩方的說法 這次顏面神經麻痺真的讓我學到很多 就是覺得照顧自己 不是只有照顧自己的臉外表 照顧自己的身體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我失去我的臉 那我把我的肌膚照顧得再漂亮有什麼用 就是那種失去自己的感覺 然後 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然後開始吃對自己有幫助的東西 因為其實就是西藥是治標不治本 因為西藥是殺菌嘛 中醫跟新養食品還有食療 真的是在調自己整個身體 就是比較像是治本的概念 真的很重要 大家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然後不要讓自己太累 如果壓力太大要懂得去釋放出來 因為我那陣子發病的時候 我就跟醫生說 我這陣子沒有什麼壓力 因為我回台灣然後我陪爸媽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我沒有什麼壓力 而且我工作也沒有這麼忙碌 所以我覺得這一切怎麼會發生呢 醫生說其實你壓力的潛伏期 可能很長到現在才發病 所以呢你never know 你不知道會怎麼樣 而且有時候壓力在心裡 你自己口頭上說沒有 但其實自己的身體其實是承受著 某種程度的壓力 你自己不知道 我覺得這種不知道的壓力更恐怖 因為你說出來的壓力 你可能有說出來 反而有釋放出來 但有些壓力你放在心裡 沒有去釋放出來 其實你可能會更嚴重 有一次在instagram上 就有直接po我那個 嘴巴抿不起來的那個 video 在IG上面 然後就有人思想說 欸美妮你真的好勇敢喔 你敢給大家看這一面 但我覺得天哪 我就是發病完之後呢 我恢復 我會覺得好幸運 我有這個經驗 然後可以來做一個影片 跟你們分享 重點是我有恢復 所以我再回頭去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會覺得欸好好笑 自己也有這個經驗 覺得很奇妙 這整個世界呢 讓我想到以前國溫 客交的不經一世 不長一智 you know 所以呢我完全體現了這句話 以上就是今天的顏面神經麻痹分享 希望你們一定要給這影片一個like 因為你知道我已經回來了 所以我之後會開始繼續努力做我的youtube頻道 那以後我的影片呢 我會定期周六早上十點上片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現在是一個早睡早起的人 希望我也可以開始感染你們大家 開始做早睡早起這件事情 因為我身邊很多朋友還是覺得我很神經病 我晚上十點就去睡覺 他們覺得crazy 但我覺得如果是為了自己身體好 如果事情可以早上做完 早上其他時間也可以跟朋友hang out 為什麼一定要等到晚上呢? 不一定嘛對不對 好所以呢 我就決定我要開始 明週的周六早上十點固定上影片 如果你們身邊有關聯繫神經麻痹發生的故事啊 恢復 Hello Hi 阿希 Yeah I'm back They cancel I know 剛剛是我那個男朋友的阿嬤進來 就是順便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那時候發病之後我超級擔心 因為所有人跟我說差不多三個月才能完全恢復嘛 但是我八月要回溫哥華參加婚禮 然後我想說如果八月回溫哥華 我沒辦法繼續持續針灸的話 我很怕我的臉就是可能會好得更慢之類的 所以我說我叫我男朋友去查一下 這邊各華針灸的價錢 他說這邊針灸一次是100塊加幣 100塊加幣要差不多乘於24塊 就是23塊多 那我們直接乘24 差不多24 24的話我在台灣健保可以 針灸差不多24次 所以就覺得還蠻幸運的 在回來溫哥華之前就其實好得差不多 所以在溫哥華的時候 我就不太需要去針灸 很幸運好開心 如果你們身邊也有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歡迎你們在下面跟我聊天分享 我會很想知道你們怎麼恢復到不好 如果你們有更好的復健方法 Idea 歡迎在下面分享 因為我覺得這個顏面神經麻痹的資訊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一個年輕的女生 也會突然發生這種事情 而且如果我們又是很care自己的臉啊 很喜歡拍照啊 然後像我在拍影片啊 這件事情真的很嚴重 所以希望你們也可以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們身邊的朋友 讓他們知道有顏面神經麻痹這件事情 好啦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